1 2 3 来个伊兹马 别看我长得圆滚滚胖嘟嘟的 就算我在睡梦中也可以劈个岔呢 其实搬到头顶都不是问题 学习体操 从娃娃抓起 宝贝 你试这块料 妹妹喜欢喝可乐 还特喜欢大口大口的喝 我一扭头只看见她嘴里含得一排习惯 够大口的够汉子呀 悠着点 喝完还能续飞呢 小朋友 恐怕这一杯可乐你一口就洗完了 叔叔阿姨都叫我西瓜太郎 是因为我头顶上这顶帽子吗 我只有在夏天的时候才有机会戴她呢 清清凉凉的 还有种香甜的味道 就是沉了点 我猜这款帽子肯定不仅解暑还管宝呢 回家我也要做一个 西瓜味方便面 你没尝试过吧 友情提示 为了确保更好的口感 还是要把果肉吃干净再加方便面呦 夏天结束新利器 你值得拥有 兄弟 你确定这不是黑暗料理吗 混搭食物一定要科学 不要伤了身体呦 听说最近西瓜有很多种吃法 这只萌萌的小鲨鱼也是西瓜的另类吃法 只不过做得这么好看都可以当果盘了吧 舍不得吃 有了这种雕刻手艺 我就不愁夏天吃不到西瓜了 你有想过柚子和龙毛之间的联系吗 看货家上这几只 估计他们自己都没想到吧 不过手真巧呀 估计买给孩子之后都能省一笔玩具钱呢 现在超市大妈的实力都不能小觑了呀 每个两把刷子连销售员都干不了了呢 教你一招如何才能好看又干净的吃到橙子 只需要把橙子皮掰成一个完美的造型就可以了 像不像一个搬着大山的小人啊 厉害了 橘子皮居然可以支撑起整个果肉的重量 我们下期再见